相簿也有格式化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好的相簿 我想要再去做修改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再插入相簿这边 插入相簿这边 它下面一个功能就是编辑相簿 因为如果你现在想要增加相簿 增加相片 这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编辑相簿 你在哪里新增 就在那附近可以做修改 好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档案 我可以再去选别的地方 如果还有图片的话 这是各位可能必须要知道 例如说也许啦 也许别的地方还有 好 这边那我就选择我自己的好了 例如说我就想说 至少选一个图片 不好意思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在这里面啊 真的可以找到 好吧 真的都没有 都没有图片 真的没有 好 那就先跳过这一段了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刚刚是很石板的这种长方形 如果我希望说 如果我希望说 这个形状去做一些修改 好 对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 一张投影片里面放两张图片 而且这两张图片呢 我希望是放个圆角举行 圆角举行 然后我们再点重新整理 你看哦 这每一张投影片里面 是不是相片 是不是都变成圆角举行的方式呈现了 这就是那个格式修改 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可以吗